哈皮一家人 当时我们就 猫逼了 二毛 今天带女朋友回家吗 我还是单身呢 我家里的狗都生第二窝了 你还没个女朋友 你能下得了手 我可下不了手 哈哥 我想和我女朋友求婚 那好啊 赶快行动 求婚时 我是不是要下跪呢 不用 以后你有很多跪的机会 妈妈 狗蛋书说要成为社会精英 是什么意思呀 社会精英就是把社会上的人 聚在一块 压缩 提炼 过滤 然后再压缩 再提炼 再过滤 剩下的就是精英了 你说的明明就是人渣嘛 冬猫哥 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那是必须的 刚才看你 关上灯 吹蜡烛的样子 特别美 让我想起了一部 很喜欢的电影 你真浪漫 是什么电影啊 鬼吹灯 阿蜜 阿蜜 我觉得你的眼睛真的很小 眼睛大有什么用 胸大就行了 你老公在床上 难道都摸你的眼珠子 抽不下你 阿蜜 哈哥 我得病了 啊 怎么回事 我好像得了间歇性失忆症 具体什么症状 我一看到漂亮妹子 就会忘记已经结婚了 滚 我自己这个病还没治好了 老师老师 你不是说物体都会热胀冷缩的吗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 我刚才把一根冰棍拿去加热 怎么没有胀大 反而变小了呢 哈哈哈哈 美丽 你这清炒的油麦菜 到底是荤菜还是树菜 当然是树菜咯 嗯 那这条虫是怎么回事 呃 他当然也是来吃饭的 哈哈哈哈 他们不过瘾 搜索公众号 哈皮一家人 添加关注 每天还有更多精彩 等你来 点个赞 再分享出去 爱你哟 妈妈答